说起梵高,大家能想到什么呢? 割掉自己耳朵的疯子 穷困潦倒的艺术家 还是向日葵 亦或是新月夜 一起来了解一下真实的梵高吧 说他穷困潦倒 你怕是不知道梵高可是个富二代呢 梵高全名文森特威廉梵高 1853年出生于荷兰 母亲来自海牙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牧师 在当时,牧师的社会地位极高 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当地教会给梵高的父亲配了一套房 两个厨子 一个园钉 以及一匹马 和一个马车 还有一个女仆 哦,我的小弟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梵高的母亲也一直跟他强调 咱家可是上层社会 你可不要做让我们丢脸的事呀 哦 明白了吧 妥妥的富贵人家 而且 梵高有三位伯伯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 成长在这样一个家族中 梵高从小就受到神学和艺术的熏陶 咦,他家这么有钱 梵高怎么会受到精神疾病和贫穷的困扰呢 别急我们慢慢说 梵高有一个早要的哥哥 这个哥哥在母亲心中是最好的孩子 母亲还经常去哥哥的坟头哭泣 这可能对小梵高的心理有些影响 你永远是妈妈心中最棒的孩子 那我呢 梵高是这么形容自己的童年的 我的童年艰苦朴素而毫无生趣 可以说梵高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 长大后 16岁的梵高被博富带进艺术品交易公司古皮尔实习 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知识 实习结束后被调到英国工作 由于对欧洲艺术有着渊博的理解 20岁的梵高愉快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小伙子真不错啊 嘿,懂得还挺多 转折来了 懵懂的少年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 经过一年的暗恋终于鼓起勇气表白 却惨遭拒绝 哦,亲爱的 嫁给我 离我远点 失恋的梵高觉得天都塌了 每天浑浑噩噩的生活 最后丢掉了工作 我可太惨了 回家后 父母送他去学神学 然而 在神学系的入学考试中 落榜了 梵高不服气啊 报了个培训班 上了三个月的课 结果再次落榜 像极乐学渣的我 和你 然而 沉迷神学的梵高 还是成为了一名传教士 只不过是在大家都不愿意去的矿区 那地方又脏又臭 这个富二代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极苦 他简直不敢相信 在竹宝游的世界上还有人过得这么凄惨 于是 梵高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矿工 并且把自己搞得和矿工一毛一样 哦我的朋友 这是我最后一件新衣服了 给你吧 万万没想到 教会的人来视察工作 看到梵高这个邋遢又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样子 就很生气 你应该高高在上的引导他们认识上帝 而不是变成跟乞丐一样脏的矿工 巨尾 你被开除了 呵呵 我们的儿子是不是有病啊 弟弟提奥登场 他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兄弟 感情特别好 一生都在保持通信 往来书信多达650多风 哦 哦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